路易十二治国还是不错的,改革司法系统,降低赋税,保护平民的利益 任期内,法国人还算过得安定愉快,被亲切的称为人民之父 他没有儿子,有女儿 不知道是不是预感自己下半辈子也生不出儿子了 早早的就把王位传给了侄子兼女婿弗朗索瓦 小福成为国王之后,继续前辈们没有完成的事业进军意大利 和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各个小国打了几十年的架,并没有讨到什么好处 虽然军事领域成绩一般,但这个歌却是法国史上最受欢迎的国王之一 他的强项是文艺 可以说没有弗朗索瓦一世就没有今天法国在文艺圈的地位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文艺青年 当时意大利不是文艺复兴吗 小福去意大利打仗期间,被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深深的震撼 跟人家一比,法国就跟香巴佬一样,又土又落后 这位文艺国王暗下决心要赶超意大利 小福向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发出了邀请,鼓励他们来法定居 其中最大牌的应该就是达芬奇了 据说达芬奇当老人家死的时候都是死在了小福的怀里 又专门在意大利雇了一帮买手、吃剧子 搞到各大艺术家的作品,有米开朗基罗的、提香的、拉菲尔的 今天在卢浮宫看到许多的王室珍藏 便是从小佛开始收集的 当然光影镜还是不够,自家的文艺修养也必须要跟上 法王号召臣民们多读书搞创作 修了不少极具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弗朗索瓦算是法国文艺的头号奠基人 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在位的时候,最大的功劳是1559年的时候 以意志合约结束了历经几代国王的意大利战争 可惜童年就因为意外去世了 留下几个儿子年纪都很小,轮流登基也没有什么实权 长子15岁,尚未一年就死了 新王二子查理九世才十岁 实权掌握在大贵族吉斯家族手里 这一段时期,整个西欧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对待发展壮大的新教 当时天主教已经在欧洲传播了上千年,成为了各大国的国教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天主教逐渐腐朽末落 教旨人员大肆敛财的行为,让一个教士马丁路德很反感 他认为信仰不应该是坑骗老百姓的工具 于是发动了宗教改革,新教一女而生 新教宣传信上帝,单纯的信上帝就够了 不要依靠教会教士修女这些所谓的上帝的代理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教会还有什么用 教皇还有什么用 他们还有什么权利,还怎么搞钱 新教自然就遭到了天主教派的强烈反对 但却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甚至很多的新兴的法国贵族也成为了新教徒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见